本周以抽签顺序决定第一位出场的是代表嘉义大学的赖俊逸同学 我的梦在你之前就已经约定 永远是他给得起的光明 我们像三只孤影在爱中飞行 我爱你 您还记得当时在嘉义大学评审给了赖俊逸同学 怎么样的评价吗 从你的声音的特色上 从你的技巧上 从你的外在上 从你的态度上 是整体一致 没有跳动的 是非常好的 只是我亮灯原因是因为 还不够纯熟 太羞涂了 你是属于非常少见的 高而干 你应该去听听 比较的 你要表现要一致 内外要一致 你不能用内心的压抑 你外在的一个表现 这样就差一点点 当时的赖俊逸同学 虽然被评审点出 个性太过羞涩 内心太过压抑 但是拥有稳定的演唱水准 与具有偶像的气质 还是让他在嘉义大学脱颖而出 成为校园冠军 到底今天代表嘉义大学的赖俊逸同学 能否继续评审建议 高开压力 解放自己呢 他能否延续嘉义大学在校园各货站的荣誉 能否达成嘉义大学所有师生的期许呢 有人告诉我 爱情像杯酒 他还告诉我 他还告诉我 是杯的值得酒 有人告诉我 爱情像杯酒 再说和他吧 别受眉头 欢迎赖俊逸 因为他找不了你的舍也少不了 你的口 别考虑这么多 我踏上不了你的舍也少不了 其实你一开头我就有觉得 你选错歌 而且你做了一个 我觉得算是 我也认为是错误的判断 就是你的唱词 你是用那种拉长音的唱词 而拉长音没有足够的成熟的技巧的话 听起来会呆 然后就变成是一种像流水这样的方式 紧张是你最大的敌人 其实你的本质在歌声上 跟在全世界的歌曲的情感度来讲 其实是足够的 当你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 全然都失去了 你一些基础功夫都不见 其实这首歌呢 如果照你的个性照表现来讲 我不觉得是说选错歌 而是你演唱的方式 可是你要把所有该拉长的部分 都收短 恰到好处就好 我只能说 从头到尾是 你没有判断清楚 怎么演唱这首歌 所以提醒你下次 但是在唱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的能力考虑清楚 谢谢 谢谢老师